为什么詹姆斯的定职用了天,飞抵洛杉矶后,他给那个人打了一通电话,2010年,詹姆斯做出决定用了8天时间,2014年,詹姆斯做出决定用了11天时间,2018年,詹姆斯做出决定仅仅用了1天时间,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次如此之快逼下定决心? 其实,詹姆斯的这次决定,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,第一,让家人满意,第二,能够击败勇士,缩小范围之后,火箭,76人,胡人和骑士成为了四选一的候选球队,在乘坐私人飞机到达洛杉矶之前,詹姆斯一直都在思考,到底哪支球队才能最快最大限度的满足詹姆斯的全部需求? 当飞机降落在伴纳伊斯机场之后,詹姆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快速和自己的经纪人团队进行了当面沟通,并计划和各队展开谈判,此时,他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,科比布莱恩特,虽然我们不知道詹柯究竟说了什么,但很肯定的是,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谈话,随后,魔术师约翰逊和詹姆斯见面,两人具体的聊了詹姆斯的未来, 胡人的未来,NBA联盟的未来,不过詹姆斯并没有在当场做出决定,而是准备和老婆开启甜蜜的二人欧洲之旅,在登上飞机离开洛杉矶前的一秒,詹姆斯通知自己的经纪人,他决定加盟胡人,是的,就是这么简单, 在得到詹姆斯决定加盟胡人的消息之后,科比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,我爱死这个了,相信很快科比和詹姆斯的神秘电话内容就会被公开,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,科密詹姆已经是一家人了,停战协议已经生效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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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